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基本的语法 本质上它做不了什么太多的东西 就能处理一些小的算法 做一些小的加减乘数这些东西 存个数据什么的 咱们后期的DOM和BOM才是JavaScript真正的功能点所在 然而这个功能点和前面这个东西不是脱节了 你必须运用前面这些基础知识来配合后面这功能点的应用 才能写出来一个完整的程序 这个DOM就是第一个功能点的一个初步的一个设例 上课咱们讲了一个DOM 虽然说DOM是什么 DOM是一套变形接口 它是让JavaScript能操作一条秒和 啥 和啥 和X秒的对吧 一定不是和CSS 能记住吧 是JavaScript能够操作一条秒和X秒的一系列接口 当然了 能不能间接的操作CSS 是可以的 然后呢 这个DOM操作 它提供了一系列方法的集合 咱们管这系列方法的集合 叫做接口 就是把这个东西和那个东西接到一起的东西 叫接口 这些方法的集合呢 有这个JavaScript对这个ETM原素的增删改查等等 咱上课讲了一个查找 查找元素的方法 对吧 查找元素方法大致上分两类 一个是Document.get什么什么什么 对吧 一个是这个QVSLECTR QVSLECTRAL分两类 这两类 为什么说给他们分两类呢 一类上面这GET什么什么东西 那个东西 它查找完的元素是 咋找 是实时的 是不是QVSLECTRAL 查找完那个东西是静态的 对吧 是非实时的吧 忘了 是不是非实时的 咱说跟照相似的 记得吗 跟照相似的 对吧 对 照完相之后 比如这个人没了 没了之后 相片上不能 他也没了 对吧 就还在 然后这个查找的方法 其实还有一些 还有一些呢 就是一些 基于这个关系 来查找元素的一些方法 比如说第一个 第一类叫这个便利节点数 第二类叫便利元素节点数 这个便利节点数呢 就是不管你是什么类型的节点 我都给你便利出来 比如说 是跟这个元素相邻的 还是这个元素的子元素 还是那个元素的负元素 是不是都能基于什么东西 给它查找出来 是基于关系型的 对吧 基于一个竖型结构的 叫这个便利节点数 然后还有这个便利元素节点数 便利元素节点数 就是一些 就是 节点 它分为很多类型 有这个文本节点 元素节点 注视节点 文档节点 对吧 有很多种节点 这个只是说 基于这个元素节点 这个元素节点的节点数 来便利这些 或者说来查找这些元素的 就是parent element 和这个children 比如说 现在我写个元素 哎呀 我看你们一脸茫然呢 天哪 比如再写个span 然后呢 再写个注释 叫 this is comment 咱这个DIV下面 现在来看 来问问题 现在这个DIV下面 有几个节点 有几个节点 嗯 来 女班长说的吗 五个 来一句 五个 那个 金卫呢 任金卫呢 来 几个节点 也是五个 来 有没有明媚人 六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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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其他答案吗 七个 七个 到底几个 来同一七个 几个手 我手掌 完了 那头全军封过 好 放下吧 看着了 几个 到底几个 是不是七个 阿大菲 那个 准备好了吗 刚刚 我送了 好好好 我就说嘛 早上来 反正感觉差点东西 咱咱查一下哈 咱看我这 咱查一下 这算不算一个 咱先回忆回忆 节点 算啥玩意 我跟你讲 但凡是页面里面 能展示出来的 包括一些展示不出来的 就是那个注释 知道吧 是不是都算节点 咱说节点 有节点类型 第一个是节点类型 就是那个 那个 no tab 是一的 叫什么 一的是元素节点 三的是 三的是啥 这俩必须记住啊 一是元素节点 三是文本节点 对吧 二是 二是属性节点 二不用太记 二没啥特大用 然后八是啥 注释节点吧 九是啥 文档节点吧 是不是那个 Document 它自己它就是个节点 叫Document节点 对吧 就记住这几个就行 换句话说 你记住一三就可以 记住一三就可以 那个八和九 也需要记记 但是不是那么长用 那二基本上就不用 然后那个十一以后咱说 是吧 这是第一个文文节点 这是第二个元素节点 然后第三个文文节点 第四个 然后第五个 第六个 是不是还有一个 在后面呢 七个吧 是不是七个 对吧 这是七个节点 那有多少个元素节点 DIV有多少个元素节点 嗯 几个 几个 几下 两个 对吧 是不是两个 只有这俩吧 一个P 一个Span 对吧 一个Span 对吧 简单 复习复习啊 咱东兄 我说一下啊 来听我说 这个假期都过去了啊 你现在别有太多的心理负担 无论你假期 你这个作业是写还是没写啊 都那么招了 行吧 写还是没写都那么招了 到时候我就记录一下 我看看你们什么水平啊 都掌握成什么样了 假期你完成作业 完成率是多少 没别的意思啊 等过两天 就是看一下这个 这个情况 来我准 我准备 我好往后准备一下 这个课 该讲快点 讲慢点 能懂我意思吧 别没经打抬 别有太多心理负担啊 没事 死不了人 真的 都一样嘛 谁没有小的时候啊 我之前我上学那会儿 根本就从来没写过作业啊 后来到大的时候 我特别怀念写作业那些日子啊 当然我是大学 没写过作业 我高中就完成的还是挺好的 高中完成挺好的 所以啊 这个作业这个问题啊 先那么招吧 这个基本上这个 以前我看那个大九星人格啊 包括十六星人格 基本上人就分那么两类 一种人就是 比如说小学的时候啊 周五周六周天 一到这个周末的时候 老师留完作业 第一类人就是先回家 周五那天 就算不睡觉 也把作业写完 然后往死里玩 对吧 然后第二类人呢 就是先往死里玩 然后假装自己能做完的样子 对吧 然后周天晚上去疯狂补 对吧 有可能周天晚上 每个周天晚上都睡不好觉 有可能每个周天晚上都不睡觉啊 一般这分两种 然后第三种人还有 第三种人就是 反正我就玩了 对吧 死住怕开水烫 又本身弄死我 对吧 一般都是三种情况啊 但是没事 你到周一了 无论哪种情况 那几天都过去了 好吧 周一有周一的事 就是今天咱有今天的事 好吧 好好听课啊 好好回忆回忆 你就算你没写 你没复习 我相信你这个脑的 这个记忆力 还是很不错的啊 咱离上次上课 就一个月的时间 能回一点东西出来吧 对吧 你别心慌啊 今天我按照正常节奏走 慢慢来 然后呢 看一下这些东西啊 这个便利元素节点数 和这个便利节点数 他们这两种方法之间吧 也没差啥东西 就first first child 这块有个first element child 这个东西就差这个element啊 方法的使用上 基本上都是一样的 但有啥不同呢 他们的兼容性不同 就是下面便利元素节点数 这个东西 它虽然说是方便了一些 但是它的兼容性也不好 能弄我意思吧 除了这个children以外 基本上所有的方法 IE都用不了 听说 除了这个children以外 基本上所有的方法 这个parent element 什么child element quant first element child last element child 这些东西 基本上IE都用不了 基本上都用不了 所以这些东西吧 咱们应该去了解 但是你要清楚 这个东西IE用不了 IE用不了的话 用的时候就有一个 介绍性的问题 当然了 这块我解释一下 听我说 我解释一下 这块所提出的 咱们所有的方法里面 所提出的 IE用不了 IE不支持 听我说 一定听我说 这块我教案里没有 以后咱们说 所有都说的 IE用不了 IE不支持 说的都是IE9 及IE9以下 因为IE9以上 它符合的标准 以及现在新的IE 它用的内核 根本就不是原来 那个trading的内核了 就是IE9以上的浏览器 应该和原来的 老IE浏览器 画根开来 能懂得意思吧 新的IE浏览器 就IE10 IE11 IEAGE 那些东西 和现在的Chrome 没啥区别 能懂得意思吧 这是一类的 这是IE吧 它之前不跟你讲 IE非常牛逼 到IE9 及IE9以下的时候 IE一直觉得 就Microsoft一直觉得 我们这个浏览器 我是老大 我市场占有率70%多 所以爷说啥就是啥 所以他从来不遵循 什么规范 也不是说完全不遵循 他遵循一点 他高兴就遵循 不高兴 他就不遵循了 所以W3C规范 对他来说 他只遵循了一小部分 直到IE9以上 IE10的时候 IE发现了一个问题 那个时候 他已经濒临 已经不是市场质量率 最大的浏览器了 直到现在 谷歌是市场质量率 最大的一个浏览器 IE早就不是了 到IE10的时候 IE开始全方面的 支持W3C标准 所以那个时候 IE 就是IE10以上 就是IE啊 谷歌啊 Firefox 基本上他们的标准 都是一致的了 没什么太大区别 咱说的IE不支持 全是IE9以下 能弄一段 我强调一下 IE9及IE9以下 原来咱们编程的时候 在公司里面 如果你写PC端的话 原来咱们编程 写的最恶意 那就是IE6 针对IE6做这个兼容 因为IE6 比如说你给IE分两种 IE9以下 IE9以上 如果再分一种的话 就是IE9以下 和IE6 IE6是最特殊的 现在IE6 基本上就被pass了 没有公司去做这IE6了 所以IE6那些东西 你就作为一个历史性的东西 你愿意激 不愿意激拉倒了 也没什么问题 现在呢 非常恶意 那是IE8 那个时候就IE6和IE8 问题最多 现在IE8问题也挺多的 这个东西到公司 你就知道了 IE8的一些bug 它不是说知识点的bug 它都是流程化的东西 到时候公司里面 和我公司的开发标准 你到时候就知道了 然后节点类型 元素节点 文本节点 注视节点 Document节点 OK 没问题吧 这个 看一眼得了 节点的四个属性 Node name 这个比较轻量级 Node value 也比较轻量级 这个Node value 注意一下 只有这个文本节点 和注视节点 它可以读写 它可以读写 Node type 就是说 这四个方法和属性里面 这四个属性 和这一个方法 Has child 这个 Has child knows 这个方法 这几个东西里面 这个Node type 是最重要的 你就是忘了谁 也不能忘了它 这个Node type 作为咱们以后 判断这个元素 是啥的一个 最关键的属性存在 任何一个元素 它都有这样的 一个属性 叫Node type 它能够显示 这个元素 到底什么类型的 能懂意思吧 到底什么类型的 就好像咱们人 都有一个性别似的 一问你啥性别 男一问他啥性别 对吧 这个女 什么的 OK 夫妻到这就行吧 那接着往下讲了 咱们那个 就是 圆形这块 知识还记得吗 圆形还记得吗 我简单说一下 什么叫圆形 今天这课上不完的 我感觉也 来说一下 什么叫圆形 每一个构造函数 它都可以构造 一个对象出来 对吧 然后构造函数 它上面会有一个属性 或者说函数上面 都会有一个属性 叫prosetype 这个东西是天生的 这个prosetype 作为这个构造函数的 圆形 什么用呢 所有构造函数 产生的对象 它都会继承自 这个圆形 圆形上的方法 属性 这个构造函数 构造出的对象 都能使用 能没有意思吧 是圆形上的属性 方法 这个构造函数 构造出的对象 都能使用 明白 没有意思吧 这是作为一个圆形 作为一个祖先的一个存在 行了 就复习到这了 混个眼熟就行了 然后接下来 咱们看这个dome结构树 这个dome结构树 它很有意思 咱先放大瞅一瞅吧 你先别管了 这个它是不是 树形结构什么的 咱先不用看那些东西 哪些东西你是认识的 咱还学了这么长时间 哪些英文你认识 document认识 只不过是大写的 对吧 还啥认识 element认识 对吧 element是元素的意思 还啥认识 test的认识 对吧 text的是 是文本 对 atmr的认识 对吧 atmr document 然后咱看 text的文本 comment咱都说过 是注释的意思 这个是元素 那加个htmr 去叫htmr元素 对吧 然后这么多个线 连到一起了 这构成了一个 到我们解构树 我给大家讲讲 这是什么东西 咱就拿这个 document入手吧 咱不认识它吗 对吧 这个document和咱用 这个小的document 有啥联系呢 来个大的document 有啥联系呢 咱试一试吧 咱看看 在页面里面怎么试 咱怎么大开页面 又欠open browser了 你别给我开玩笑行吧 咱看看 小的document一回车 它是不是代表整个文档 大的document是啥东西 难道只是一个文案吗 一回车你发现有 这是一个啥 这是一个函数 什么函数需要手这么大写啊 构造函数吧 是不是只有构造函数需要手这么大写 构造函数干嘛的 身份对象的吧 我讲这个大 听说这个大的document 你可以把它理解成构造函数 只不过这个构造函数有点特殊 特殊在哪呢 你不能new它 这是系统留给自己new的 没有意思吧 它是不是构造函数 你可以把它理解成构造函数 但是你不能new它 能懂我意思吧 但是就那么 那这个构造函数对WLT有啥帮助呢 有帮助 你记不记得构造函数上面会有一个东西叫原型 会能给这个构造函数生产出的对象使用 对吧 那这个document如果大的document 如果作为小的document的原型的话 那说明在它的prototype上 你加上一个随便加一个属性abc 等于一个abc的话 那么小的document上就能访问到abc吧 能不能 能吧 这个dome结构数代表的就是一系列的继承关系 这个继承关系我慢慢给你捋一捋啊 看好 咱说这个大的document上 写东西 小的document能试用 其实还不然啊 还不然 这个听说这个大的document 它不是这个小的document的直接的原因 就是直接的构造函数 跟它没关系 它的就是小的document 它的构造函数是谁呢 是html document 听说如果说真论构造关系的话 这个html document 构造的是小的document 那没有意思吧 构造是小document 那这个大的document跟这个html document有啥联系呢 我把这联系给你写出来啊 大的html document 哎咱这么看吧 咱这么看吧 大的html document document 它的圆形 能懂我意思吧 就是document的圆形 但是这个圆形 它是不是一个对象 比如说现在 我把它写到这 html document document的proto tab 它是不是等于一个对象 这个对象上面可以有一些属性和方法 对吧 这个属性和方法 是不是这个小的document直接受益了 对吧 然后上面呢 它还有一个属性叫proto 这个proto是啥 这个proto会指向它的圆形吧 因为凡是对象就会有圆形 对吧 这个proto会指向它的圆形 它的圆形 就是document的proto tab 能看出来点啥关系不 啥关系 document的proto tab 是html.proto html document的proto tab 的圆形吧 就是它们之间 是不是有逐步继承的一个关系 这是一个圆形链 能懂我意思吧 这是个圆形链 怎么继承的 是这么来的 首先 document的继承字 html document 然后 hml document的proto tab 应该写全的对吧 然后这个东西继承字 document的proto tab 有没有意思吧 所以刚才咱们举例子 在document的proto tab上 你写了一个.abc 是不是直接也能受益到这个document上 小document上 因为这不圆形链吗 是不是继承过去了直接 对吧 那反过来说 我们在这个 我们在html document上 这个proto tab上写了一个bcd 这bcd什么的 存储狭写的系统不可能自带这东西 等于一二三 那是不是document上也有 对吧 是不是也有 哎呦 点bcd 有吧 对吧 那现在做个小实验 document上面的proto tab 写了一个abc 等于1 然后html html document的proto tab上也写了个abc 等于2 那document的abc是啥 是1还是2 2 必须是2对吧 是不是就进来 是不是就进继承 对吧 符合一个这样的继承关系 没问题吧 这个 这是一个一系列继承关系 行了 这是就这个 整个咱们看的这个结构数 它就是表示的是一种继承关系 能懂我意思吧 表示的是一种继承关系 这继承关系干嘛用 一会再说 你先看啊 咱先把这个继承关系全都捋起来 他说了 这个document下面有个htmldocument 其实这块我没写全 听说了 其实这块我没写全 这个大的 听说了 大的document下面应该有两个分值 一个分值是htmldocument的 另一个分值是 你猜猜 是xmldocument 是xmldocument 也就是说 html的document的方法 直接继承自 htmldocument的吧 xml文档的document的方法 直接继承自 xml的document上 对吧 然后 这个大document什么呢 这个大的document上的一些方法 应该提供的是 html也能用的 xml也能用的一些方法 是不是写到他身上 能没有意思吧 它是符合这样的一个继承关系 由于xml跟咱现在没什么关系 我就没写那块 所以你理解一下 行了 这一块到这 然后你再看 这个document上面 还有一根线吧 这根线是不是 它连在node上了 这个node 它也是一个构造函数 但是它就是这一系列 所有东西的 最顶头的那个人了 最顶头的那个人 一会再说 这个顶头的那个人 然后再往下来 这块有个character data character data 下面有两个分支 一个是test 一个是comment 这个test说明啥 说明文本节点的方法 直接继承字text的prototype 对吧 注释节点的方法 是不是直接继承字 然后一层一层再向上反 对吧 一层一层向上继承 它形成一个圆形量 这没问题吧 底下这没问题 然后再看这 这块挺有意思 这块咱看一下 这块好些个分支 你看最长就它了 node下面有个element 然后下面有个html element 肯定还有一个charmer element 对吧 然后html element 下面有htmlhead element body element title element power graph element 这啥意思 这些你看这下面还写等等等等 这些都见过没 head就是head标签吧 这是不是body就是body标签 这个title就是title标签 对吧 power graph就是p标签吧 所以这些个标签所独有的方法 先继承自这些个东西吧 假如说你给htmlhead element上加了一个方法 那你把这个head标签写完之后 你就会发现这个head标签 它就会能使用这个方法 能明白吗 你可以回去试一试 这是完全可以的 咱一起试一下吧 咱就来这个body吧 html bodyelement.plototype.abc 等一个demo 然后咱们选一下哈 getelementelementbytugname body 然后是不是写零后面的 因为选上来的是一个 类数组 然后body有没有abc 有吧 是不是只有他有 比如说咱再换一个 我除了选body 我再换一个 我看看其他人有没有 万一写了之后 其他人也可以使呢 选个head 我也好让谁没打字了 来head有没有abc 是不是他就没有 因为不属于他吧 对吧 不属于他 那相反 如果说咱们在html element上 写个这个东西呢 是不是就他俩都可以使了 是不是哥俩都可以使了 对吧 哥俩都可以使了 OK 这是一系列继承关系 这是不是没问题 没问题吧 一系列继承关系 这个结构数代表的 就是这一系列继承关系 这一系列继承关系 从在下一篇PPT上 就会给咱们带来 很多这个帮助 咱先研究这一篇 这篇没完事呢 咱先看看 到底这个一层一层的 网上反弹反出来什么东西 比如说咱写个document document的proto 是不是指代的是他的 他的原型 对吧 他的原型 他的原型是不是这个东西 是不是能看出来 然后他的原型 的原型呢 是不是document了 对吧 然后 再来 再原型 这边node了 然后我清空一下 我不刷新 清空一下 然后 再来 看看node上面有没有了呗 node上面有没有 哎 变成了一个 event target event target 以后再说 这是个事件啊 然后再往上翻吧 咱就看看有没有 咱想看看什么 最终他继承字谁呗 再往上来 他熟悉不 他熟悉吧 是不是最终也是继承 那个继承字 那个object的 第二proto 是不是他 他依然是 dome元素的原型的一个终端 对吧 也就是说 dome元素 他是不是也能使用咱们正常对象的那个组线的一个东西 是不是也可以使 对吧 这是可以的 那比如说这样 比如说 document document.body 其实 document.body 指代的就是body 咱们不用特别选 系统给咱们已经定义好了 document.body.toStream 你说他能使什么这方法 反正他能用对吧 反正肯定能用 你看出来的是不是这个东西 对吧 出来这个东西 他告诉你object的是个对象 什么对象呢 atmrbodyelement 对吧 他把这个对象的一个信息给你展出来 对吧 这样 OK 这是一系列的这个dome结构数 咱了解一下继承官就可以了 然后接下来看这一篇 这一篇上面有一个好玩的东西了 第一个 叫getelementbyid方法 记住这个id方法了吧 是不是那时候还记得 对吧 id方法选的是不是 就跟id选择器选的一样 唯一标识的 对吧 这个getelementbyid方法定义在了 document.prototype上 定义在了谁上呢 定义在了 这哥们儿上 定义在了他身上 说明啥 啊 说明啥 就是getelementbyid方法定义在了大的document的prototype上 说明啥问题 说明无论是xml还是xml是不是都能用 是不是都可以调用document.getelementbyid方法 对吧 这是说明的吧 然后是不是同时也说明这个 就element上不能用的东西 蛮是肯定的啊 然后第二个 getelementbyid方法定义在了 hxml document.prototype上 那说明啥 就是非hxml 也说xml是不是不能调用document.getelementbyid name xml没有name的吧 对吧 你看 非hxml中 就是不能使用 也就是xml的document 不能使用这个东西 对吧 然后第三点 第三点其实挺有用的 第三点他说了 getelementbyid方法 那时候我强调了 我说这个getelementbyid方法 他是最常用的 没有比他更常用了 对吧 因为他兼容性好 他定义在了哪呢 他定义在了document.prototype上 和 和element.prototype上 和element element在哪 element在这呢 就这也定义了 这也定义了 那都能用 什么叫都能用 都能用的意思就是 比如说现在啊 看好 我来个div div下面有span 然后div外面还有span 好了 朋友们 现在我就要选div里面那个span 有啥好方法吧 咱就选span 第一个不就是吗 这方法不好 我给你选好的哈 我先选div 这个方法是不是这么用没问题 因为是不是document上定义了 document上定义是不是小document就可以用 对吧 把div选上来了吧 然后现在我选span 现在我这么选span哈 div.getelement elementbytugname span 这样也可以使 首先哈咱看语法上服务会要求 语法上我div要调用这个东西 div有这个方法吗 这块人家告诉你了 人家说getelementbytugname方法 定义在了document prototype上 和element prototype上吗 是不是div算element呢 算element的话 你定义到这儿 我是不是就可以用 对吧 所以语法上没问题 对吧 语法上没问题 语法上没问题 那这个那就是没问题 就是没问题 你看div下面 这句话怎么理解 叫div下面的span 其实你看 document.getelement是什么意思 在整个文档下 是不是找这个element 对吧 那div调用的话 就是在div的区域里面 去找这个element 是不是把这个区域锁定了 对吧 就是div里面这个东西了吧 把区域锁定了 所以这样的话 也可以选上来这个span 给这个span里面填个东西 填个1 然后在这块看一下 看这span里面 是不是有1 没问题吧 就这样也可以选 以后其实这种方法 咱们很常见 比如说 就是真是到咱们正常开发的时候 咱们经常会利用 先选择负极 然后在它负极里面 再一次选择 一个什么什么元素 来定位一个元素 能懂我意思吧 这么选的话方便 这么选的话方便 OK 这个getElementsByTogName方法里面可以写行我说过吗 里面可以写行我说过吗 谢谢 我说过吗 没有 来我说一下吧 说到这说过了 这个getElementsByTogName方法里面写行你知道代表啥意思吗 其实咱回忆一下啊 咱说ByTogName是不是标签选择器 其实咱们在讲那个选择器的时候有一个分类吧 分类也是挺不负责任的 咱说管那个新官方的效法叫通沛福选择器对吧 其实那个通沛福就跟废话一样 这个通沛福选择器它也是一种标签选择器 它选的是所有标签 能懂我意思吧 如果是真要按标签选择器来分类的话 是不是通沛福应该算到标签选择器里面 但是咱说的时候正常还得说分开说啊 反正说那个意思 所以这块这个GS还真把他俩凑到一起了 既然说你这块要添个星的话 我就按通沛福选择器这么给你选 就把所有的标签全给你选出来 能懂我意思吧 就是选所有标签有没有方法 有方法 GuideElementsByTogName里面写星 懂我意思吧 里面写星 然后第四个 第四个 第四个 HMRDocument ProTab 定义了一些长的属性 看好啊 HTMLDocument在ProTab上 也就是只有HMRDocument可以用 定义了一些长的属性 这些长的属性有什么呢 有body有head 分别指代 HTML文档中的body标签 和head标签 他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看好了 Document上 有一个直接的属性 叫body 还有一个直接的属性 叫head 这俩解决了一个什么问题呢 这个body里面存的 这个body里面存的 就是那个body标签 这个head里面存的 就是那个hide标签 也就是说你在用body和head的时候 你用不着重新选了吧 是不是人家已经给你选好 给你编辑完了 对吧 所以以后咱们再想用body的时候 你就Document document.body 就是body标签 document.head 就是head标签 懂我意思吧 就是head标签 已经定义好了 行了 第五条 第五条也是一个预定义的问题 这回这个预定义 是在大的document上定义的 document.procept上定义了 document.element属性 指代文朗的根元素 咱说有body有head 有没有hcml呢 有hcml hcml咋表示 document.hcml 肯定不是啊 他是.document.element 他指代的就是hcml 这点得需要特殊记了 他他没有那么形象啊 没有那么形象 来 放这儿 是不是代表hcml 对吧 document.document.element 代表的是hcml文档 这个这仨记住就行了 document.element body hide的啊 ok 然后最后一个 最后一条 最后一条 看看就行了 get.element.element.i class name query.select.all query.select.er 在document上和element上 它均有定义 也就是说两头都能使 懂我意思吧 两头都能使啊 也就是说也可以存在这种 div下面getelementelementbyclassname的方法 这个也可以存在 对吧 这样也可以存在啊 OK 然后就是五个练习啊 五个练习 这样吧 咱下课休息一会儿啊 你回忆一下 这个东西到底写还是没写 你要写的话你回忆回忆 你要没写的话 自己笔我笔划 这个我提你好好回忆回忆 想一想啊 然后一会咱们上课再讲